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修正案草案 向社会征求意见结束 草案征集意见中超过了13万条 意见主要集中于五个焦点 第一个 起征点5000元是否偏低 第二 起征点是否可以各地不同 第三 各项附加的扣除是否合理 那第一次呢 是赛养老人费 还有啊 这个幼儿补育费是否可以扣除 第五 是否能够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 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 我们将持续地关注中国个税法第七次大修 上周五 以平安为主题的CCTV12 平安大棚车驶入了呼和浩特 举办了地面推广活动 7月27号晚8点 以平安为主题的大棚车 驶入呼和浩特新城宾馆 和观众进行了零距离的接触和沟通 小区大市和庭审现场栏目 准备了平安主题猜词游戏 吸引了观众的积极参与 应演特别节目不仅准备了反诈骗小品 谁是警察 还邀请到内蒙古自治区 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 为现场观众揭秘电信诈骗 整场活动中观众情绪高涨 氛围热烈 大家纷纷表示在生动的节目中 学到了各种贴近生活的法律常识 受益匪浅 同时方圆亭也亮相活动现场 作为当地群众和社会与法频道 联系沟通的重要渠道 两座互动亭吸引了许多呼和浩特市民 通过现场录像或手写记录的方式 分享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和暖心故事 本次活动旨在发挥频道积累多年的 平安法治宣传平台优势 通过线下互动的方式缩短频道与观众距离 同时也借此活动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 使大家能够更好地了解 社会与法频道的定位和传播理念 7月27号19时40分左右 浙江省杭州市铜炉县 一个廊桥的桥顶突然垮塌 有多人被埋压 事故发生之后 当地立即展开了救援 事故已经造成8人死亡 3人受伤 伤者均已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 目前受伤人员的救治和家属的安抚 及相关的善后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事故的原因也在做进一步的调查 那作为家长呢 大多数都有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心愿 如果有一天呢 突然有一个人自称啊 是星探 见到您家的孩子 然后拼命地就夸他是一个天才 好好地培训 就是一个做大明星的好材料 那么您会不会为了 原孩子一个同性梦 送孩子去试一试呢 你的孩子整个灵魂镜 还是挺不错的 都是能够给孩子锻炼锻炼 这两名青年男女在做什么呢 原来他们自称是星探 正在街头寻找艺术天赋很高的儿童 推荐孩子参加国际大赛 去年六月底 王先生的孩子也是在这里 被这样的星探发现了 当时你女儿有潜质 是这个一看就是跟别的小孩不一样 是百里就是很难得的人才 就说如果你 我们是一个同性培训机构 我们也是找那件孩子不容易 你也能找到我们这种公司 来包装培训他 咱们是共赢的 星探的话让家长有点动心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这位家长带着女儿来到了北京某文化传媒公司 这家公司自称是一家香港娱乐公司的旗下公司 进去之后 他们一下子就被铺天盖地的童星照片 和专业化的舞台给吸引了 这几段视频是公司作为初始内容 为孩子录制的 拍完视频 公司上上下下的人 都夸汪先生的女儿 是个不可多得的表演天才 一家人听得很受用 于是用心参加接下来的测试 三轮测试之后 汪先生得到通知 说是有一位香港来的高管 要跟他谈谈孩子的签约问题 来几年了 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两个 像你女儿这样的 我可以特逼他 一次性给你签三年包装 他的能力 到了美国 拿个金牌是不成问题的 高管说了 汪先生女儿和他们公司签约 他们就负责包装培训小姑娘 还要送她去美国 参加国际顶级大赛 还要拿奖金 不过这些培训是要收取费用的 每年7万9千元 三年减24万元 我这么跟您说 公司排到地级 有家长的口碑 认不认真 负不负责您个人去感受 对吗 第二一个 至于公司的口碑和资质 我觉得您通过各种各样的网络渠道 现在都能查出来 20多万家长掏了 就是为了让孩子做一个明星 可是交完了钱 家长们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 宣传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明星公司 居然直接把孩子们拉进了村里 他们这是要干嘛呢 汪先生替孩子与公司进行了签约 但是变故很快发生了 签约之后 孩子第一次去培训 汪先生马上感觉不好 这个貌似高端的公司的培训地点 居然设在一处村庄楼房的地下室 几个辅导老师18、9岁 稚嫩的像是在读书的异校学生 汪先生大失所望 找公司要求退款 公司说按照合同约定 家长交的费用是包装费 培训课是公司免费赠送的 家长不愿意上 可以补上 以他女儿的水平 不需要培训就能拿大奖 很快 公司通知汪先生参加纽约国际时装周 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 这一去 汪先生的疑虑烟消云散了 我们在全亚洲范围内 甄选少儿无特赴美亮相 纽约少儿国际时装周 并出席纽约国际时装周 那么今天呢 我代表纽约少儿时装协会 欢迎中国的小哥们 前往世界的时尚之中 纽约 北京这家文化传媒公司声称 他们将带领100名 从全国甄选出来的优秀同模 于2018年2月6号 赴美国参加纽约国际少儿时装周大赛 尤其让家长们看重的是 孩子们还将到纽约最权威的模特学校 巴比松模特学校专业培训一整天 并获得该校的培训证书 汪先生被告知 他的女儿就在这100名孩子的范围之内 这中间有很多人和汪先生一样 是跟公司签了约 不用参加选拔赛直达决赛 首先他就是吸引我的 就是这个纽约国际时装周嘛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我也不会签 他答应我 你如果签了这个合同 我送你去参加纽约国际时装周 全球40个国家的孩子 跟你同台演出 最终有30多个家庭 赶到美国参加纽约少儿国际时装周 家长们一下飞机 就接到大赛组委会的一个比赛手册 可正是这个手册 让满怀希望的家长觉得可能被忽悠了 这个产业里啊 有我们30多个国内的孩子 后面补了10个老外的照片 国际 全球国际就这么多人参赛 我说这50个人比什么赛呢 更让家长们出乎意料的是 公司曾经声称带孩子 去最权威的巴比松模特学校 培训一天的事情 最终是草草收场 甚至没让家长陪同 家长们只能通过公司提供的视频 看看孩子们受了怎样的培训 面对家长的质疑 主办方解释 巴比松学校当天空调坏了 所以在外面租了一个场地 让孩子们收寻 为了安抚家长们的情绪 公司还组织了一次走秀 请来了8名外国孩子 可是到了正式比赛那天 家长们发现来参赛的 根本就没有外国人 只有他们这30多名 从国内来的孩子 并且人人游价 无一落空 公司甚至宣称 此次他们请来的颁奖嘉宾 是联合国秘书长助理杜多先生 孩子自己都觉得有问题 他说妈妈怎么没有外国孩子 为什么就是我们这30多个国内来的孩子 说那就在国内比就得了 我当时真的无语 我什么都没说 我没有跟孩子说 这是个骗子 我都想哭 我就觉得太那个让家长了 为这场大赛 很多家庭不仅付出了 数十万的签约费 缴纳5万元的报名费 还被公司要求拿钱买奖 一等奖是金奖是15万 另加5万的参赛费就是20 银奖是10万 再加5万参赛费就是15 这是公司跟一位家长签的合同 收了钱保证孩子能拿到铜奖 是以赞助费的名义收的 他说给孩子弄一个小奖 那意思即使表现不好 弄一个小奖上午还颁一下 一个国际比赛 到头来参赛的选手 都是国内签约的这批孩子 那么还出个什么国呢 家长们纷纷开始担忧 这家孩子的明星梦 明星梦马上就要泡汤了 经历了这次纽约之行 家长们都认为 纽约少儿时装大赛 与之前公司宣传的完全不符 他们要求公司说明原因 并退还所交的巨额费用 可是公司却回复 说合同里没有任何关于 大赛的规模 层次 服务标准等约定 孩子出了国也领了奖 公司已经履约了 不甘心的家长们 拿着公司当时的宣传资料 以及和公司当时的 往来微信内容 继续找公司要说法 四个多月后 公司终于派出代表 接待了家长 承认了纽约大赛 确实有问题 但这个责任在美国合作方 说实话 就是我们也在储备着 去打这个国际官司 真的是 因为从纽约市场协会也好 纽约市场协会也好 跟我们的之前 所说的什么东西 也是不太一样 该经理表示 他们公司也是受害者 所有的过错 都是纽约儿童时尚协会造成的 为了深入调查 央视纽约站记者 尝试在互联网上搜索这个组织 可没有获得有效信息 该组织宣传资料上的电话号码 也无法打通 标注的地址街道 在纽约市根本找不到 却在新泽西州 纽瓦克市有这么个街道 记者驱车赶到该街道 发现对应地址是一家旅馆 旅馆前台压根没听说过 这个时尚协会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纽约少儿时尚协会副会长 是一家香港娱乐公司的总裁 王某某 而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 这个王某某 正是北京这家文化传媒公司的 法人代表 在美国时 家长同所谓的 美国主办方代表的对话 也印证了 这个大赛完全是这家 香港娱乐公司一手操作的 第一 我负责场地努力 现场执行 我一点负责 从导演到团队 到执行到翻译 我只配配了一个翻译 负责把嘉宾请过来 所以您说整个 这家事情我一概都不知道 导演都是他们派的 面对家长们的质疑 这家娱乐公司 一直标榜自己经验丰富 它的注册时间是2004 14年了 在北京 如果要是它在 比如说法律上有问题 对吧 或者工商上 税务上有问题 它一定不会待14年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北京这家文化传媒公司的 香港母公司 成立时间是2009年3月16号 实际缴纳资本是1万港元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 从2014年到2017年 记者查到多起家长 因教育培训合同纠纷 起诉北京这家文化传媒公司的诉讼 2017年9月这起诉讼 法院判决解除家长与公司的合同 并返还家长所付的 19万8千元的包装费 虽然多次被家长起诉 但它招揽家长的套路 却一直没变 就在这些家长 与同兴包装公司交涉的时候 这家公司又拉开了2018年 所谓米兰绍尔国际时装周 城市选拔赛的宣传大幕 看来这套路还在继续 是啊 这个套路 我们能够看到很多非常明显的漏洞 但是这些家长们 或者是当局者迷 或者是另有别的想法 反正是一头栽了进去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 央广评论员张斌 张斌来谈谈对这件事您的看法 公司还是哪个公司 圈套或者套路还是哪些圈套 这家长怎么心甘情愿的 大几十万的忙里哥呢 有人说骗术是不是太狡猾了 太巧妙了 我们实际看骗术其实很简单 那家长为什么愿意 对这样的一个公司 可能存在隐患 却趋之若鹜呢 原因无外乎两个 一个就是自己对孩子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明星梦 希望能够通过短时间的培训 马上能够让自己的孩子一举成名天下文 这样的一种心态 把自己的这种内心的梦想 转移到了孩子身上 另外一些家长明知道这里面有问题 金奖 银奖 铜奖 明码标价 这个奖有意义吗 这里面是不是一个草台班子的 显然答案是肯定的 为什么家人愿意去 我们去过纽约 在某某国际大赛 拿到过模特的银奖 铜奖 这回来不仅是吹牛的资本 很可能在我们当下应试教育中 升学过程中 仍然成为一个很体面的 这样的一个市集时 兴许有的学校就认这样的 所以多重因素下 一个简单的骗局 却让每年家长都趋之若鹜 所以家长不仅要爱孩子 更要了解孩子 更要了解孩子未来发展一个前景 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 别让孩子误入歧途 当然重要 最重要的是家长先别误入歧途 当然话说回来了 这样一家公司在这个相应的市场上 生存了十几年 年年都在招生 每年都被投诉 我们的工商部门监管去哪呢 如果里面涉嫌违规违法 我们的公安部门 他们的身影又在哪呢 可见这样的一些公司 中心公司的包装和幌子 实际上甚至干着 可能涉嫌诈骗的勾当 所以执法不能缺位 相关的监管部门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一查到底 好的 感谢张斌 那有人打着同兴梦 国际化的主意 还有人干脆就盯上了出国淘金 浙江绍兴的老张 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条 去韩国打工的广告 广告中说 包吃包住 保底月薪 一万六千块 那老张特别的心动 做起了出国淘金梦 他能够梦想成真吗 老张今年50岁 之前曾有去新加坡打工的经历 2017年8月底 老张在微信朋友圈上 看到了一条去韩国打工的广告 包吃包住 保底月薪一万六 老张心动了 于是他就带着六个朋友 赶到了发布广告的 这家老五公司 在谈妥一切事项后 老张及其他六人 每人交了一万八千元的中介费 2017年8月29号 他们赶到了上海浦东机场 准备飞往济州岛开始淘金 但最终因为签证问题 只有老张和老杨顺利入韩 但是人到了韩国 老张和老杨发现自己被骗了 然而这一天500元的工作 老杨做了50天 之前缴的中介费还没有拿回 就被韩国当地的警方发现 因为打黑工 他们就被遣返回国了 而两人被遣返后 警方发现 这背后隐藏的是一伙 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的犯罪团伙 于是2018年3月6号 新昌警方正式立案调查 这种以旅游的名义去韩国 技术的打工的话 就是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兵金 然后就组织专案组成员 去迎波奉化 对杨某进行了抓捕 然后杨某归案后 据他交代 然后他是通过于湖南 一家劳务公司合作 他作为代理商 就是每招聘介绍一个人 去韩国技术的打工 收取4000元的中介费 杨某口中的湖南公司的负责人 叫赖某 就在杨某落网后 警方就开始对湖南这家公司 展开了调查 3月8号 当赖某带着十多人前往韩国打工 在其返回的过程中 被韩国边检抓获 经过警方调查 赖某是从2017年的2月 开始干起黑中介的 那么这个黑中介是如何运作的呢 记者了解到 这些所谓的淘金客 前往韩国冀州岛打工 都不需要证件 只要交了钱 签立一个所谓的劳务合作协议就可以 他们这种在韩国冀州岛打工的性质 其实是打黑工 就是被韩国法务人员发现的话 就会立即遣返 为了多赚钱 赖某在湖北 江苏 宁波等地找了代理 串成了一条组织人员出国 非法务工的利益链条 从信息发布 接待介绍 到办理手续 从出发前培训 陪同护送过关等 各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 分工明确 浙江奉患某劳务公司 从2017年8月31号开始 此项目至今 分三次 共输送五人到韩国打黑工 而赖某所开的湖南某劳务公司 从2017年2月至今年的3月 分11次组织了81个人 以旅游的名义前往韩国打黑工 抓获犯罪嫌疑人 以赖某为首的 总共是12个犯罪嫌疑人 总共涉案金额是达到150余万 到目前为止 专案组成员辗转湖南 湖北 重庆等地 除一人刑居再逃国外以外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 其中10人已逮捕 两人取罢候审 警方提醒那些 想要外出务工的人员 不要盲目跟风出国务工 更不要抱有 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 出国务工 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劳动部门 和有资质的中介机构 办理相关手续 您正在收看的是热线12 热线12直播继续 近日山东烟台的娜女士 想给母亲办理残疾人证 按照规定 办理残疾人证的第一步 就是要提交申请 填写平残表 娜女士已经前前后后 往聚会跑了好多趟 但是就是这张平残表 始终没有拿到 那么问题到底卡在什么地方了呢 我母亲退休之后呢 然后精神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医院跟我说 我母亲的情况 可以申请一个残疾证 但是这个需要去居委会开具证明 然后再地道残联 娜女士说 母亲的户口是在烟台市 支付区公家岛村 退休之前 一直在哈尔滨梁聚任聚集团 烟台有限公司 设在公家岛村的一家 梁聚厂工作 因此需要到公家岛村居委会 申领平残表 前前后后跑了好几趟 娜女士终于按照要求 准备好了全部材料 再次来到了公家岛居委会 但没想到工作人员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一步现象哈亮 去开这个人民家庭情况 把人民家庭情况上一说 你为什么 人民家庭里面来的 完了以后再找领导开条 找领导开什么条 按照工作人员的要求 娜女士离开了居委会 来到了母亲之前的工作单位 开具家庭关系证明 另外按照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说法 除了家庭关系证明之外 还需要领导批条 这个批条却让娜女士犯了难 因为之前娜女士就因为此事 找过公家岛居委会的负责人 但被告知不需要开条 不过工作人员对此却并不认可 批条的时候领导说不需要批这个条 谁说的 我们有 谁说的不可能 是找哪位领导的 那市集都在那边 就会去也行 这个打当市集都完 胡奈之下 娜女士只好再次来到了 公家岛居委会负责人的办公室 申请所谓的批条 这次得到的回复和之前一样 不需要开批条 这个不需要批条 这个怎么会是让我讲的 它不是批条 只要是你们的 你们的治疗齐全的话 就可以摆 带着家庭关系证明和居委会负责人的回复 娜女士离开了公家岛居委会 回到了办公小院 没想到工作人员对这份证明却并不满意 除此之外 工作人员还坚持索要批条 一方面是居委会负责人说 不需要开批条 另一方面工作人员表示 一定要见到批条 并拒绝自行跟负责人的沟通 事情陷入僵局 为什么开心 一都是警局 讲了我把事 还能够搬出来 搬不完的好 还是留过去 这危机是不是事 我是这么干嘛的 我听听说不是这么干嘛 是不敢办的 为什么工作人员一定要向娜女士 要这张所谓的批条呢 原来娜女士前两次办理平餐表的时候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怎么好 最后娜女士 就向居委会的上级部门 反映了这个情况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娜女士办理残疾人证就更难了 7月13号 娜女士第三次去办理平餐表 工作人员突然提出 需要找负责人开批条 娜女士找到居委会负责人 却被告知不需要批条 这让娜女士感到无助 于是她用手机拍下了工作人员 所要批条的视频 并在当天上传到了微博进行举报 娜女士发布微博以后 当地相关部门联系到了公家岛区委会 要求工作人员对事情做出解释 工作人员认为 娜女士侵犯了她的个人权利 对娜女士更为不满 娜女士告诉记者 把偷拍的视频发布微博 也完全是无奈之举 因为当时也是所有东西都准备完了之后 她又让我去找领导批条 然后领导也说没有批条这个事 然后后来我就 这个东西就是办不出来了 然后我就不知道去找谁了 所以把它放到网上了 但是现在她就彻底不给我办了 工作人员说 娜女士发布的微博 给他们造成了负面影响 公家岛区委会的负责人也认为 娜女士应该道歉 作为我说你们来讲道歉 你们在微博上道歉 你们应该在这儿道歉 你们既然是在微博上发布 我们做出场了 拿错了 就是某些同事态度不太好 你可以跟我讲 娜女士现在已经删除了微博 但是局委会的工作人员说 娜女士必须妥善处理好这件事之后 才能给她办手续 去了也在调查我们 您是希望 政府也在调查 我们这边跟上级总统长汇报 说把这个调查撤销了 那是 就这个文件 那关于居民签来 巴黎参集证 举报办事员的情况索明禁锅 我们自发禁锅锁了 怎么把这个车吧 这个车我们这种 宣传老百姓 怎么跟这种高级部门让它撤 哎呀 你就宣传老百姓够厉害了 你就在网上网了 这个伤害这么宗斯 一记记网上来调查我们 那女士还担心得罪了工作人员 妈妈的残疾人证 是彻底没了着落 我担心如果说我这个条 已经这个评删表申请下来了之后 但是它给我递这个条的时间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 能不能给我递 递还是没递我都不知道 我特别担心这个 今天上午 山东省烟台市支付区 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表示 经过初步的调查核实 那女士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经过调研那么则成公家岛居约会 对办理该项业务的苏某某 还有张某某以语辞退 由区纪委对公家岛居民区 党委书记苏某某予以立案审查 对其他的相关的人员启动问责程序 在进一步的调查之后 以语追责 另外对那女士的诉求认真的研究 并按照相关的规定 以与办理 在这里我们也征集一下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也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电子邮箱 联系我们 同时也欢迎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 继续我们的热线关注 随着我国个人信用体系的 不断的完善 声援地住学贷款相关信息 也与中国人民银行的 个人征信系统同步 很多人可能对其中的厉害的关系 还不是特别了解 那这不今日在云南就出现了几起 因为有逾期还款记录 最终导致买房和买车 贷款难的情况 四次逾期记录的话 我到任何一家银行不能再贷款 所以那个时候非常的着急 小侯进一步查证才知道 原来这四次逾期还款记录 都是产生于五年前 他第一次还声援地 信用住学贷款的时候 从2009年起 大学四年 小侯每年申请了6000的住学贷款 据她说 2013年毕业后 首次还款时 因为对系统操作不熟悉 她便犹豫了一段时间 而且第一次要还的金额 不到500元前 所以当时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当时延期了20天 20天以后我觉得不太妥当 那么我又反复打电话 去宜良县教育局找老师 然后老师告诉我 可以就用支付宝 然后把钱打在那个账户里面 然后我也照做了 当时把钱打进去了 那我以为 当时以为这个事就完了 小侯本以为补上钱就没事了 但其实她的逾期还款记录 在中国人民银行的 个人征信系统里 都已经清清楚楚地记录在案 因为我连续四年申请的贷款 所以就有四个合同号 就形成了四次逾期记录 我在后面的调查的过程当中 也知道了 我的四次逾期记录呢 不能说是国家开放银行 想办法给我抹掉 不可能 永远都会存在 留在我的档案当中 昆明的小陈 也因为一次又一次的疏忽大意 没有及时偿还 大学时的助学贷款 到工作人员辗转联系上她时 她的个人征信系统中 已经有了二十笔记录 知道这个事情是因为我爷爷 我爷爷正好在 他在公园里玩的时候 有个人认识他 说爷爷你那个孙子 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带着款 我看上面名单上有他 说他的款一直没有还 当时距离小陈应该还款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半年 小陈是2010年进入大学 前三年每年都办理了 5200块钱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留的是我父亲的电话号 后来父亲的电话换掉了 然后也不知道什么途径可以更改 不知道怎么去把这个电话号 变更过来 小陈说因为自家的电话号码换了 所以错过了电话和短信提醒还款 但实际上想要更改 助学贷款合同中预留的电话号码 并不难 每年续签合同的时候就可以改 在助学贷款信息网的 个人信息栏也可以更改 等毕业了小陈说 他曾专程回老家 向当地的学生资助中心工作人员询问 表示要提前还款 当时有人告诉他 因为贷款年限比较长 可以不着急还款 因为确实贷款合同上写的是11年 那就除掉你在大学期间读的4年 还有7年 你再过6年7年再还 你就不用着急 那可能他也是就这样理解 所以就导致 我确实也只是去问过一次 就是我们看了一下 今天那个贷款在后面 他写得很清楚 那是不是我该还多少 然后您签了三次吗 除了第一年 就是一年年的时候 是我自己去办的 后期的两笔贷款 是我父母去帮忙办的 至于合同的时候 那时候可能就是 意识也不是很强 是确实没有细看过 因为这个合同一签了字之后 就是在父亲那儿 然后也没有关注 而这一次又一次的疏忽 给小陈后来的生活和工作 带来了诸多不便 办信用考也办不了 去买车的时候贷款 过了好几年了 还是很麻烦 买房子的时候 就找了好多银行都不可以贷 在云南已经知道的 逾期案例当中 大多都是像小猴和小陈这样 对个人的诚信的重视程度不足 疏忽大意而引起的 在这儿也提醒电视机前的 广大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对个人的征信引起重视 不然最终麻烦的只能是自己 那出门在外 如果发现财务丢失 要第一时间报警 如果说明如实的说明情况 那下面这位虽然是报了警 但是却没有说实话 结果把自己送进了派出所 事发当天凌晨两点多 蒋某向警方报警 称自己和妻子在回家路上 手机被人抢了 对我抢的是什么样子 根据蒋某的描述 民警通过监控比对 并没有找到蒋某描述的这个人 警方随即对蒋某开展进一步询问 最终蒋某承认 当晚在吃饭时 他将手机丢失 为了引起警方的重视 就假报了抢劫案 就是把事情说大一点 夸张一点 就觉得民警这些 会引起重视之后 他就会尽力地去帮你侦破 帮你把手机找回来 蒋某因广告案情 被我们公安机关 依法处业行政滞留7日 并处罚款500元 近日在广东风顺警方 他在这个街阳产业园桂顶镇 查出了一辆违章冲卡 和暴力抗法的扎土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